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三地新聞網大家好 我是林欣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應該比較知道的就是我參加過華人星光大道第二屆的時候 對對對 大家應該比較有印象但之前其實自己有參加過一些電台比賽啦 好比說Kiss Radio Apple Light 電台啊 還有那個超我的PK 我有參加過 以前大家在歌唱選秀上面看到我唱的東西是比較大氣啊 比較高康一點啊 但是在這次的專輯裡面啊 多數都是比較口氣的型態 甚至有些是比較 像是難難自語啊 像是比較有情緒 比較有張力那種 他的張力並不是說唱得多大 多撕心裂肺啊 而反而是比較說大而不張揚的那種唱法 對我來說反而是比較難的 沾了灰的老金衣 要拿輕盆大雨洗 落在地十三個月 愛在雨裡 正好刷掉曾經 心在雨裡 至少看到純淨 小胖 林育群 因為我跟他認識大概有十年左右 從他還沒出道 我們就認識了 那也受到他的一些影響 就是他一直鼓勵 我說 哇 就是我的聲音還不錯 怎麼不去比賽啊 很可惜 不持續在那個歌唱事業上發展這樣子啊 那還有一部分是受到自己工作職場上的同事 前輩這樣子 就是說趁你年輕的時候怎麼不去好好的拼一下啊 好好的去展現一下自己啊 就是不要到老的時候再後悔這樣之類的 生理上的影響多少會影響歌手的一些因素啊 就是好比說身體不適啊 感冒啊 或者是可能就是很沒有精神啊 就是睡眠太少啊 這些多少都會有影響 有時候想太多反而會更糟 因為你已經知道自己很糟了 但是其實對我們來說 如果感冒 我們頂多只是在音樂上面就是詮釋的時候 有些部分是我們自己必須去避掉的 我們自己就會去做到 但我們就是得先放鬆這樣子 我首先會做的就是先釋放自己的壓力嘛 讓自己不要緊張啊 在比賽前我都會找人家一直聊天 想說讓自己分心 但上台的時候就是 其實我覺得唱歌就是一個本能 就是我們喜歡唱歌有一個本能 就是音樂下來該做什麼的事情 我們就會好像馬上就可以做得到 這一次的專輯其實 就是克隆太陽收入八首歌 但八首歌多數都是慢歌 是我擅長的部分 主要是公司在這一次的栽培啊 上面還有一些吉他課程訓練啊 還有舞蹈啊 肢體啊 口條啊方面的訓練都有給我 那我覺得在台北這幾年的過程當中 我自己有嘗試了一些創作 就是我最大的 目前是最大的突破 那至於說口技其實在很早之前我就會了 因為這個東西大概是 就是我國中的時候就會了 推翻一萬座山在克隆的太陽 每份愛都要用數字掌量 去的事情是跟導演還有公司討論完之後 他們決定讓我脫衣服拍MV 就是赤裸著我上半身 所有人看我的獨特毛衣這樣子 不只作業程序複雜 連我身體構造也複雜 一脫下來大家都說哇哇哇哇哇哇 攝影師說這怎麼拍啊 那個燈光不知道怎麼打有沒有 對對 太濃密 打不亮這樣 去學校的路很久沒走 最近也換了新的工作 所有的追求 是不是缺少了什麼 接下來的計畫 到目前在9月份9月27號 我的實體即將要發行 所以大家記得去多多支持 那在10月份呢 有計畫要一個小型的簽唱會 那正確的時間還沒有確定 如果有確定的話 要到我的臉書上面 搜尋林欣甫後面加個MAX 那個才是真正的我的粉絲專頁 就可以搜尋到關於我任何的消息 感謝大家的支持 四年很久了 真的四年真的很久 那有持續在關注我的朋友 我真的很謝謝你們 就是這麼的熱愛我 這麼的支持我 我真的有感受到 我沒有回應 不是說代表我都不看 都不回都不聽 其實我是真的有在看 只是我說我不知道 該怎麼去回應你 那最近也在忙在忙宣傳 所以之後我會辦一個小型的音樂會 如果有機會的話 那我再好好跟你們互動 請 聽 那雷聲多生氣 在滿滿悶無雲裡 要等多久才能下雨 唱 浪迴的老記憶 要拿進本大雨 行 落在地十三個月 愛 在雨裡 正好說掉曾經 正好說掉曾經 醒在雨裡 至少看到純情 無聲無忍 無怨無憤 同時快樂的不停 風是天空的謎 一年會有幾天晴 我看著好遠的過去 看破心中的日曆 看一夜那十二月 愛被喚起 煩惱卻沒離去 心被忘記 讓誰留下勇氣 無傷無恨 無話無根 無爭無魂 無愛無恨 謝謝 謝謝 期間 照料 幸福 夜